大家好,我是Ted 这一集来聊聊如何在不重灌的情况下 可以免费的把原本电脑上的系统转移到另外一颗硬碟上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替自己原本的电脑进行硬碟空间升级 以本支影片内容为例 要把笔电硬碟容量从256GB升级到2TB 但是却不想要重灌 其实重灌电脑并不难 难的是重灌后要把一堆原本就有再用的软体安装回来 或是有一些自己对系统的设定要重新调整 这些都相当麻烦且花时间 所以如果可以把系统原封不动的搬到新硬碟 何乐不为 这次的教学会利用台湾人开发的再生龙系统备份软体 把原有系统备份下来 并且完整转移到新硬碟上 再生龙是一套自由与开放原始码的软体 可以免费使用 虽然网路上有很多系统备份转移软体工具 但大多数都要收费 有一款可以免费使用又是台湾人开发的 当然要支持一下 在正式开始之前先特别说明 再生龙备份还原只能应用到相同大小的硬碟 或是更大的硬碟 例如从256GB的SSD备份后 还原到256GB、512GB或是更高的都是OK 但如果想要还原到128GB的硬碟就会失败 这是软体本身的限制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要用再生龙环境下去做备份与还原 所以要准备一支你用不到的随身碟来制作再生龙环境 并用它来开机 也要准备一支够大的随身碟或一颗外接硬碟来存放系统备份档 那系统备份档具体会有多大 这边用我的256GB SSD给大家参考 以使用空间70GB 系统完整备份档大小约32GB左右 基本上你系统内使用空间越多 备份档案就越大 这边大家要自己斟酌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开始实际操作的环节 先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 搜寻再生龙关键字 进入再生龙关方网站 在画面左边有个下载按钮 点一下进入 这边有不同版本可以下载 我们选择第二个稳定发行版 再来有下载的选项可以选择 第一个和第三个不用动 第二个档案类别改成ISO格式 之后就可以下载档案 点击下载按钮后会跳到另外一个网页 等待5秒后会自动进行下载 接下来要下载Lufus工具 可以帮你把ISO档案制作成开机随身碟 搜寻Lufus关键字后去官网下载即可 最后一个工具是Disk Genius 可以在还原后解决未分割空间不能合并问题 一样搜寻关键字去官网下载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再生龙开机随身碟 先把你的随身碟插上电脑 之后打开刚刚下载的Lufus工具 打开之后先确认最上方的装置是不是你的随身碟名称 接下来下面的开机模式右边有个选择按钮 点击后选取你刚刚下载的再生龙ISO档 之后所有选项都保持预设 点击最下方的执行按钮 就会开始制作再生龙开机随身碟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工具会下载额外的必要档案 中间的选项都保持预设即可 制作完成后就可以关闭工具 最后我们把刚刚下载的Disk Genius工具解压缩 并且放到桌面或是任意地方 只要你记得就好 我们转移系统后会用到 到这边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我这台笔垫内有安装Steam和其他程式 并且故意把下载资料夹 与资源回收桶的档案都留着 看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备份 并转移到新的硬碟上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备份笔垫上的系统 一样先把再生龙开机随身碟插上电脑 如果你刚刚的操作都是在同一台电脑 就可以先关机 之后用随身碟进行开机 一般来说可以透过开机选单的方式 直接选择要开机的装置 我这边用华硕主机板当作范例 在开机的时候连续按F8 就可以看到开机选单 这时候选择你的随身碟名称即可用随身碟开机 这边有张常见的表格 如果无法顺利用随身碟开机 建议你还是去电脑官网进行查询 当你顺利用再生龙随身碟开机后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边我们前面三个选项都可以选 第一个是正常载入再生龙 第二个是载入记忆体内 就像Win PE一样 第三个则是会把字体放大一点 我用第二个进行示范 选择后会开始载入必要的档案 稍微等待一下 载入完成后会看到语言选单 这边按Enter选择最后一个台湾正体中文 下一个键盘配置保持预设即可 接下来这边我们选择第一个 使用再生龙选项 下一页也是选择第一个 使用印象档处理整颗硬碟或部分分割区 接下来下一页一样是第一个 使用本机的分割区 这个选项的目的是要载入你 另外一支储存印象档的随身碟或外接硬碟 再按Enter选择之后 就可以把随身碟或硬碟插上电脑 等待5秒后再按Enter 之后会看到目前电脑上所有的硬碟 像我的范例 除了第一颗256GB的系统碟外 我额外插上的1TB外接硬碟 也有侦测到 确认没问题就按Ctrl-C继续 接下来选择我的1TB外接硬碟 这边可以根据你的随身碟或外接硬碟的名称 或是大小进行选择 像我的是1TB且名称为Data 所以最后一个选项就是 下一个选项选预设 接下来画面会跳出你目前外接随身碟或硬碟的目录 这边直接按Tab键后选择Down选项 画面下方会跳出目前随身碟或硬碟资讯 确认没错后按Enter继续 再来选择出学者模式进行下一步 这边选择第一个选项 储存本机硬碟为印象档 再来替这个备份印象档命名 你要预设也可 我这边用Tate-YT当作命名范例 这样备份储存印象档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名称建立资料夹进行储存 按Enter继续 接下来要选择备份的系统碟 因为我的电脑内只有一颗系统碟 所以画面只会显示一个 如果你电脑多颗硬碟 要特别注意名称是否正确 没问题就按Enter下一步 压缩方式用预设选项即可 再来选择略过 这边选择第一个检查印象档 这样在备份完成后 会检查是不是有损毁 下一个因为是自己用而已 所以选择不对印象档加密 最后可以选择备份完成后的动作 我习惯选择关机 这样在备份过程中 如果离开去做其他事情 回来看到电脑关机 就知道已经备份完成 下一步的画面 因为我截取卡有点问题 所以改成手机翻拍 这边会问你备份的系统碟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没问题 就输入Y后按Enter继续 按Enter继续后 就会自动开始备份系统碟印象档 到你指定的外接随身碟或外接硬碟内 过程中没有需要手动的地方 耐心等待完成即可 如果你刚刚跟我一样选择完成后关机 就可以去上个厕所喝杯咖啡 休息一下再回来看电脑是不是已经关机 关机就代表完成 如果你是守在电脑前看 最后就会看到这个倒数的画面 倒数完之后 它就会把电脑关机 建议最后可以针对备份随身碟或外接硬碟做个检查 看看是不是备份档案有成功建立 以我的为例子 就是TED-YT这个名称资料夹 在确认都没问题后 接下来就是要把升级的硬碟换上去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笔电 确定电脑已经关机 就可以把笔电翻到背面 卸下所有螺丝 我这边是已经先拆好了 就不拆给大家看了 在螺丝全部卸下后 要看笔电是从哪边开盖 像我这台是从键盘处C面开启 建议在操作前先上网查一下自己笔电型号的开启方式 接下来就找到电脑的硬碟 不同规格的硬碟外观会不同 具体要看你电脑是搭载哪一种 大家如果不清楚可以上网找一下资料 找硬碟后 卸下硬碟上的螺丝 向上抬起一点点往后拉就可以移除 接下来把你的新硬碟已约45度角斜插进去 没问题就锁上固定螺丝 最后把盖子盖上并锁上锁螺丝 再来一样用再生龙水深碟开机 前面步骤都一样 选择完成外接硬碟或水深碟后 这边按Tab选择当下一步 不同的是这个步骤 要选还原印象档到本机硬碟 再来就会出现你刚刚备份的印象档名称 按Enter选择之后 要选择你要还原到哪一颗硬碟 这边一样我的电脑只有一颗硬碟 如果你的电脑有多颗硬碟要注意选正确 这边选择第一个 使用印象档中的分割表 再来我们选不用检查 因为在制作备份档的时候就已经检查过 最后我一样选择关机 再来的画面一样截取卡录不到 我用手机翻拍的方式 主要是会问你两次是不是要执行还原 多输入Y后按Enter就可以开始 开始之后一样没有需要手动的地方 耐心等待完成即可 我这边就加速略过到最后关机倒数的时候 还原完成后开机进到桌面 像我刚刚安装的Steam或程式都还在 资源回收桶和下载资料夹的东西也都在 算是已经还原成功 接下来要针对硬碟空间进行处理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从小硬碟搬到大硬碟 我们可以开启磁碟管理 在多余未配置的空间按右键 新增简单磁碟区 这样就可以新增一个低槽来使用 如果你想要把未配置的空间整合到C槽 可以在C槽按右键选延伸磁碟区来合并 假设你跟我一样延伸磁碟区返挥无法选择 还记得一开始准备的Disk Genius吗? 打开工具后 在最上方的C槽按右键 选择扩大磁碟区容量 接下来按确定 再来按最下方开始 这边会跳出提醒事项 都选择是进行下一步 因为操作需要在WinPE环境 所以Disk Genius会自动载入WinPE档案 最后选重启Windows 就会自动进入WinPE环境 全自动调整磁区大小 完成后会重新开机并进入桌面 中间不用手动操作 进到桌面后 打开档案总管或是磁碟管理 就可以看到所有空间已经合并到C槽 如果你又临时后悔想要有D槽 在打开磁碟管理后 在C槽按右键选择压缩磁碟区 就可以分配额外空间出来 分配完一样新增简单磁碟区 就可以有D槽 到这边系统转移的部分就完成了 最后来聊一下换下来的硬碟处理方式 不管是SSD或HDD 我自己的习惯是会买外接盒回来使用 这样可以直接当成外接的额外储存空间 一般机械式硬碟的外接盒会像这样 有一个外盒可以保护你的硬碟 并且有一条USB线可以连接电脑 算是一个相当方便的连接方式 至于MW2接口的SSD 我自己是直接买转USB来用 因为我不少条SSD 用这种的拆装方便也不贵 就看自己的需求 今天的教学就分享到这边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Ted 我们下次见 拜拜